我再加熱 加熱 各位我們要吃 今天大家聚餐 過年聚餐 連菜吃完之後剩下的 要把它加熱吃一吃 那個是不是滾了 滾了 那個海黃鍋 對呀 龍蝦海黃鍋 還有人很客氣 還有留兩個龍蝦 有耶 這有小干貝 我還有小干貝 之前看我們那個年菜開箱的 大家就知道這個龍蝦海黃鍋 龍蝦鮑魚海黃鍋 對 要不然鮑魚都要挑光了 對對對 這個待會就干貝你附近來剩 這個我附近來剩 我剩這個很經驗 那那兩個就交給你解決 沒有問題 然後那還有豬腳啊 對 豬腳 豬腳也都消化完了 剩這兩小塊而已 對啊 然後這個玉香扣肉剩這一片而已 剩這一片 哦 大家很捧場耶 對啊 花椒 花椒這個烏森都沒有了 剩這兩片花椒 各位我們這次這個剛好 我們今天幾個人 十二個人嗎 十二個人 十二個人吃不完 對啊 因為我還有炒兩道菜啦 還有炒兩道菜 還有小黃瓜 涼拌小黃瓜跟涼拌這個 鹹菜 酸筍 酸菜 但是這樣十二個人還是蠻多的 吃不完 吃不完 因為他量很多 對 我覺得他這個 上次吃這個很大片 這個也很有感覺 花椒很大片 待會我跟妳稍微再蒸熱一下 好 我想吃麵線加這個 這個很好吃 對 我拿個碗好了 各位來一起吃菜 不會 有訂的朋友應該會吃得很開心 對啊 那之前剛好有些朋友後面才看到說那個 時間過了 沒有買到 我記得那個過年前 前幾天 他有人在留言說這個要怎麼買 對 沒有 沒辦法 還有去航報去等師傅那邊說 買不到我們那個價格 真的比較抱歉 那個 那個優惠 對那個優惠 優惠都是有實現的 所以那個已經過了就 就 就不會有了 對對對 過了就真的就沒有了 對 我在燙麵線的時候 嫂子跟我說 你不是有看那個影片嗎 姜油 那個姜油給他下去就對了 他很內行 然後我就真的真的 我一邊弄麵線 然後大嫂就一直弄那個姜油 超香的 對 超香的 原來姜油跟那個豬腳也很搭 很搭很搭 肉燥出來 我可以用這支湯匙嗎 這支 肉燥是可以 哦 大家今年過年應該都是吃得很開心吧 吃得開心開心 好吃 坐人芽樂沒人嫌 對啊 好讚 我來吃 這個拌一拌多好 我們今天今天我們家裡的成員 大家一起吃年菜 我們我們其實每年都會一起聚在一起吃飯 嗯 那吃飯之後去看我們媽媽 嗯 然後我們今年還有一些交換禮物 大家就會買一些單肉這樣 對 待會再跟大家分享 嗯 超好吃的 剩下不多了啦 對 待會吃一次就可以 哇太棒了 不用 鋸鋼跟湯啊 待會就可以把它全部剋完 對啊 我們以前那個年菜啊 那個我那個嫂子啊 我姐姐啊 他們還會帶菜來 嗯 他就帶到後面 菜桌太多了 太多了 啊 所以像我們今年就是直接就是 這樣我們一起弄一弄這樣 然後啊 還有今天還有一道什麼 虛虛鏢 哦 二姐拿來的 對對對 我們就直接煎一煎 哦 很好吃 嗯 那個很嫩 對 這不切平衡 你看 這好像切丟的 切超大塊的 哎呀真好賣 棒 嗯 要看那個嗎 還來看那個 對啊 不然 要看你吃 哈哈哈哈 阿開 大家來看一下 小心啊 嗯好 哎呀 我們請小菜來介紹一下 哦 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我們這個交換禮物 這個有 有奶Q餅 然後有這個花生醬 哦 這樣 買這個花生醬 那個少時買的 還有這個奶Q餅很好吃的 這個也是餅 這個是什麼餅 哦 這是金桔 金桔 嗯 金桔餅 這還沒吃過 金棗金桔 他有寫金桔跟金桔 還有花生 帶口的花生 然後還有什麼 哦 南藻核桃糕 這個看起來也不錯 嗯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像這樣 哦 核桃糕 裡面我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啦 啊 這個 哦 各位 台中 蓄罐香餅堂的太陽餅 這個太陽餅 我們之前就有分享過了 啊對 好像拍台中 有有分享過 它很好吃 對 這間是Q甲媽跑去買的 因為我會知道這間也是因為Q甲媽 分享的 因為Q甲媽在台中 住多久 哦 幾十年了 呃 20年應該有 有超過 有超過 30年有 大概30年了 所以它對這個 哪裡有什麼好吃的 它都很清楚 哦 所以這個 這家太陽餅 是我們變成我們最喜歡吃的太陽餅 這已經少一片了啦 因為我已經吃掉一片了 你剛才對啊我想說怎麼打開 你剛才剛才吃的 對 我這家就很吃 所以各位 如果說你要吃太陽餅 台中你不知道哪有太陽餅 我跟你講 這個真的是我吃過最好吃的 最好吃的太陽餅 我再放到給大家看 蓄罐香餅行 有沒有 這台中那個西區 華美街105號 我會怕這個在地人很知道 我跟你講 外地的觀光客 那你就不知道 對對對 各位這個這個 這個只有在地的才知道 內行的才知道 因為它在巷子里面 它不是在大馬路外面 所以會知道要去買這家的人 都是在台中住蠻久 而且 對太陽餅還蠻有研究的 所以像上次我們 在台中美食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好多人去買 好多人都說非常的好吃 對 對 所以有 因為以前喔 以前如果說我 每年啊 我們過年 大家聚在一起的時候啊 我也都是買這個 分享給我們那個 就是家人 家人 讓他們帶回去 家人的伴手禮 對家人的伴手禮 我記得你送朋友 送客人 會送這個嗎 對我送朋友 每個吃過都跟我說好好吃 而且它裡面的餡不是那種硬的 它裡面的餡是軟的 而且不會太甜 我記得那個老闆好像他有說 現在人都怕吃甜 對 它這個是太陽餅老店的那個老師傅 做好幾十年了 不過我跟你講 他快要退休了 因為他的那個 子女 子女好像都 目前是沒有醫院 目前是沒有醫院的 對 所以這個 我能夠吃 剩下這幾年 人家如果還願意賣的話 我還吃得到 趁天再吃 如果我都會想到說 以後沒有好吃的太陽餅 怎麼做 對我怕他不做 就真的吃不到那麼好吃的太陽餅 對 來我拆一個給大家看看 哈哈哈哈 邪惡的時候到了 這個啦 我跟你講這很酥 酥嗎 對 這個 這個絕對不是你在那種 怎麼 那種 什麼 那遊覽車啦 還是說 在那一邊什麼 亮飯店 交流道下面 休息站 亮飯店 都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我以前是從不想要買太陽餅 因為我吃到的太陽餅都非常不好吃 但是自從吃過這一家之後 我也只敢吃這一家 有時候我跟乾杯出去啊 然後會看到賣太陽餅的 因為如果沒有回台中 就沒得買嘛 所以我們就會想說 不然就買 這個其他的太陽餅 解解餐 乾杯想買的時候 我絕對會 會阻止他 因為外面的真的不好吃 就很像那種 奶油酥餅 你就是一定要買某某某家的奶油酥餅 他才會好吃 不然他也不好吃 這好好吃喔 所以各位 剛好今天有球長媽買來 剛好在跟大家分享 所以不要再問太陽餅 台中太陽餅要買哪一家 就是這間虛罐箱 華美街巷子裡面的 大家如果不知道 可以自己再去看那個什麼 那個之前台中分享的影片 對 真的要不要再吃 我們今年 大家說 我們今年過年 可不可以拍一些 分享我們超日常的部分 我們超日常就是這樣 這個年菜真的就是好吃 我們就是 全家大家一起吃這個年菜 不過沒有Q獎入鏡 因為我們有拍家族的影片 所以就是 我們自己留存 做紀念 我們沒有放到上面來給大家看 我們有拍一張Q獎的照片 跟大家分享 對對對 在社群裡面 大家可以去看 他穿那個新衣服 看起來很可愛 超可愛的 對 而且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我們 這一陣子 我們過年前 我們家電視壞掉了 我們還有換電視的一個經過嗎 那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有買那個好市多的那個 後面的壁掛架 聽說很便宜 很好用的壁掛架 而且我們買的是便宜100塊 剛好他在優惠 他在優惠 899 我在拿那個壁掛架的時候 剛好那時候還有一個觀眾 看到我們 他跑過來跟我們聊天 來留言 我們就是 買那個壁掛架 跟裝電視 的過程 大家跟大家分享 大家到時候注意 之後會有影片 對對對 好 那就 丟下來了 待會你要付錢 沒有問題 各位那就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大家掰掰 掰掰